很舒服齁 你影片拍了那麼多集 才想要刻印章 木章不能用鑽刻刀刻喔 要用雕刻刀 但是拿鑽刻刀的話 根本刻不起來 每個字都先刻出痕跡 再來細修 在寫了那麼多的詩詞文章 每次檢視自己的作品 因為沒有落款章可以蓋 總是覺得少了靈魂 就像吃炒麵沒有辣椒醬 覺得味道少了什麼一樣 就連作畫也是 沒了落款 好像少了什麼 內服應該不是少了什麼的問題吧 所以 我決定要自己刻個落款章 你影片拍了那麼多集 才想要刻印章 你 如果要用雕刻刀的話 關於所需要的工具 可以去筆末裝 逐一挑選 我準備了固定印章用的印台 7分或8分大的練習用10張 買太小會不好練習喔 兩隻鑽刻刀 可以一隻買5厘米的 另一隻買2厘米或3厘米的 買的時候要注意 不要買到像這種 刀頭會轉動的 會造成你刻印的困難 如果要刻木章也是可以喔 一樣是買7分或8分的大小 但這要另外去印章店買 木章不能用鑽刻刀刻喔 要用雕刻刀 基本上每宿舍都有在賣 鑽刻刀刻10張沒問題 我給大家看 如果用雕刻刀刻10張的情形 是可以刻出痕跡 但我不建議這麼做 可能刻沒幾下刀就壞了 同樣的 我用雕刻刀刻木章也是沒問題 但是拿鑽刻刀的話 根本刻不起來 兩張不同好數的砂紙 因為剛買的10張 表面可能會像這樣凹凸不平 所以需要用砂紙磨平 對於好數的挑選 網路上有不同的建議 那可以自行參考 我是挑150和600的 先用好數小的砂紙磨 再用好數大的砂紙磨 那不移磨的過度光滑 造成滑刀 描圖紙和附寫紙 刻在印章上的字 必須是左右相反的 所以要用描圖紙 寫好草稿 到時候再翻面 然後利用附寫紙轉印到印章上 描圖紙和附寫紙都採取適當大小 然後像這樣折好 包覆在印章上即可 那10張也是能轉印的喔 最後是印尼 章刻好了當然是要使用印尼蓋章來檢視一下刻章成果 是有書畫專用的印尼 但我是拿家裡現有的 刻字的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讓字凹下 蓋章後呈現白色的印刻 另一種是讓字凸出 蓋章後呈現紅色的陽刻 因為陽刻比較費時 而且我刻得很醜 所以我決定用 陰刻 開始來刻我的落款章囉 先打草稿 磨屏印章 磨屏印章 轉印 因為痕跡還是很淡 所以我用鉛筆再描一次 開始動刀 每個字都先刻出痕跡 再來細修 加磨屏印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使用印尼檢視成果 像这样转動4个角度轻拍 喔 因為印尼中間不夠凸起 所以硬將中間沒沾到 沒關係 先蓋看看 好 那我再將過細或是歪斜的部分 再做修整 我用棉花將印尼中央部位稍稍集中 再蓋一次 有好一點的 但整體來說 覺得字體有點細 但我又怕刻太粗 到時候印出的字會糊在一起 日後有空再多嘗試囉 有空的話啦